然後我就拿到那個沾板上切 切一切因為剛好在放同一片風景 然後聽一聽我就哭了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有一點忐忑不安 是我很怕我沒有把專輯好好的介紹給大家 也好不容易隔了快四年的時間做了一張 自己覺得很好聽也很滿意的專輯 還有這麼多的金曲製作人跟我合作 然後又加上很會寫詞的骨大 讓子孫郎專輯的蔡明佑的樣貌相當的完整 並且把我想表達的一些比較真誠的黑暗面的心情 表達的非常完整 翻出去之後應該是你爸爸會最覺得什麼 就是看不到你會覺得我更想你 媽媽比較嚴重 媽媽最嚴重 對媽媽 可是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其實 爸爸很難去表現他的很少表現他的情緒讓我知道 所以我在有一些細微的觀察就是跟他的互動 他們其實是會感覺到 因為我一回家他會 他會用一種很溫柔的方式 特別關愛的聲音來呼喚我說 誒會不會餓 要不要吃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會 突然覺得 爸爸其實 就是不像我想像中的那種冰冷 就是他其實真的是悶少的 他只是平常 不善於用言語去 或者是動作去表達他對我的關係 你以前爸爸是個比較嚴厲的事情 我覺得爸爸不算嚴厲的 我覺得媽媽對我的管教比較嚴厲 因為媽媽是那種控制性 所以他會希望我怎麼做他就是 我如果不做的話就會是 用盡全力的唸 還好不是打 不是打 小時候會打 但是那個打就是 我現在想起來是假打 但是以前是覺得好恐怖這樣 對 可是 現在長大就是 就是那種 連環砲的 語言跟文字的攻擊 話語的攻擊 對 有在Live 那種 喔有 那種 這怎麼應該更可怕 我媽常傳一整串的簡訊給我 然後就是 沒有跟我說什麼什麼什麼 不好啊 不要這樣子啊 像變心記的MV就是這樣 還罵我說怎麼這樣在MV裡面欺負女生 有一天早上 我正準備要出門 上通告 然後我就在 切那個奇異果 想說補充一下MV 然後就打開冰箱 怎麼剩一顆奇異果 然後我就拿到那個 沾板上切 切一切 因為剛好在放同一片風景 然後聽一聽我就哭了 因為同一片風景在寫空虛感 然後 我每次聽到這首歌就會很進入 因為 空虛感這件事情是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 然後 然後也在每一個每天重複的行程當中 會時不時感受到 在那個偶爾的片刻 然後 因為我寫這首歌的初衷就是希望你會有一首歌去 告訴大家不要覺得空虛感是沒有意義沒有存在價值的 因為也許你在做日復一日的事情的過程當中 精彩的別人的故事 或者是 就像學習佛斯一樣 讓他每天推時上山 可是推時上山 那個滾動泥土的過程當中 會有很多新的小花小草長出來 其實它是有意義存在的 然後我就自己好像有被 就是 自己唱的這首歌就是感動 那你那個空虛感是在什麼時候 會最強烈 你現在要搬出去 你是幾個人 對不對 所以會最強烈 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因為看不到家人 只有自己一個人 對就自己一個人 這樣 就算這樣你還是也不會想要 搬出去 那就是選擇啊 就是你選擇自由 一定有他自由的代價 我有獨立空間 可是獨立空間 久了就是 反面就是寂寞